本土確診在創新高 有部分民眾擔心染疫 因此搶購快篩試劑 還傳出缺貨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 從即日起會啟動徵用快篩 目標是每個月四千萬劑 指揮中心強調 一定會量足價穩 提供給民眾使用 趕在上班前到藥局想買新冠肺炎 快篩試劑 卻鋪了個空 因為傳出市售快篩試劑大缺貨 有錢也買不到 近來本土疫情大爆發 十四號新增確診人數破八百例 不少民眾擔心染疫 開始搶購快篩試劑 藥市公會全聯會證實 在雙北可說是一劑難求 國人快篩需求提高 但快篩試劑一劑要價臺幣三百多元 遠比國外貴 行政院長蘇貞昌十四號主持行政院 運會時宣布 從即日起啟動徵用快篩試劑 當作防疫物資 目標每月四千萬劑 國軍將會投入人力協助廠商生產 在今天啟動了徵用快篩劑 特別要感謝國軍弟兄 再一次的投入人力幫忙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很快的達到 每個月生產四千萬劑的目標 蘇貞昌表示本土確診人數上升 無可避免 但政府也會試疫情發展 調整防疫策略 確保疫情可控 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也表示 公費快篩會盡快啟動 而且不會因為徵用快篩劑 而破壞市場秩序 並強調一定會量足價穩供民眾使用 記者 蔣龍翔 台北報導